俄罗斯通往乔治亚边界的道路还是大塞车 但下一秒 几名男子突然搬来栅栏 不过别误会 这不是要关边界 而是为了防止驾驶走路监察队 部分路段还以石头镇替代形成罕见景象 俄罗斯的逃难车潮现在长到连太空卫星都看得见 这名来自北高加索 达迪斯坦的少数民族带着全家一起逃 忍不住呛下俄国 acting out of oligarchic ambitions they found some so-called neo-nazis in ukraine let the oligarchs go to war first 只是因为普京的征兵令传出比例不均 更多少数民族被优先抓走当炮灰 我们被说过那边有很多年轻人 从 Dagestan, Ingushetia, Chechnya 和其他东西的国家都在离开 因为他们认为 普京的 mobilization order是正确的攻击着俄罗斯的民族 原先想征兵30万的俄罗斯搞到最后逃难的人已经超过这个数字 逼得总统普京在镜头前认错 他坦言动员令出包 导致有白发苍脏的老爸爸或是病人也收到冰单 未来会重新审核让这些人回家 必须择在每个这样的状态中选择 如果有避免的错误 重新必须要解决 返回返回那些人 没有选择那些基础的基础 刚才开出第一枪宣布从30号零点起停止俄罗斯观光客入境 不过探亲工作或留学 暂时不受限 对于这个措施 芬兰民众表示支持 目前欧洲最烦恼的 还是北溪天然气管线的 泄露疑云 这两条连接俄罗斯 和欧洲的管线 从26号起 陆续侦测到重大的外泄 没想到瑞典最新 又发现第四处的泄露点 让情况雪上加霜 各项证据表明俄罗斯嫌疑最大 丹美国防部长周四紧急前往距离外泄出不远的波河木岛 视察F16战机 挪威也曾派军警保护油管等设施 但似乎为时已晚 尽管俄罗斯打死不认 但要说天然气管 是因为自然灾害受损 可能性很低 这次事件出估已让25万顿的甲烷外泄 恐怕对气候带来破坏 而受欧乌战争影响 一些旅居外地的俄国人开始自我怀疑 像拉脱威亚因为在战后禁止俄罗斯电视播放 还拆除相关纪念碑 突如其来的改变 让当地俄罗斯人心情荡到谷底 不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